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接着跟大家介绍一下Windows 10的设置画面的内容 首先大家买到Windows 10会发现它是一个平板模式画面 那我们如何关闭它 大家可以在键盘上找到Windows键盘加上A 这时候我们可以打开操作中心 操作中心下面有一个平板模式 点击它可开启也可关闭 OK 好,我们再重回一遍 Windows 10加上A可进入操作中心 可关闭平板模式 OK,完成这个操作以后我们进入第二个内容 关于Windows 10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 好,那我们要从开始的菜单进来 OK 打开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找到个人隐私 隐私 打开隐私 第一个内容 最上面是常规 大家会发现很多都是开的 所以Windows 10是一个间谍软件 首先我们要重新设置 第一个 允许应用使用我的广告标志 了解这个应用的体验 把它关闭掉 第二个内容 比如说像Microsoft发送有关我的写作习惯的信息 以便在未来改进和建议 也可以把它关闭掉 OK,第二个位置方面的内容 我们再看 定位服务 也是开的 我们也要把它关闭掉 OK 好,下面我们再看看账户信息方面 账户信息方面的内容 打开账户信息 允许应用访问我的姓名图片 兼其他账户信息也是打开的 我们也可以关闭掉 总之为了提高个人隐私画面的内容 大家买回Windows时 Windows 10后要进行重新设置 有些东西在必要的时候才开启 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再见